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做 我们还可以通过下方的WinZone来直接对我们生成的树目产生一些物理效果的模拟 省去了做动画的成本 好 我们先创造一个树 在右侧的属性窗口 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应这棵树的编辑器 与此同时 在我们的assert目录下 还会自动创造一个prefab 树目资源 与之前的train类似 我们在场景中最大的操作都会直接同步到这个prefab当中 这里我先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首先 为我们的树目添加一个材质 增加它的长度 在上方的树目编辑窗口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右下方有四个按钮 它们分别代表创建新的树叶 新的树枝 复制当前选项 以及删除它 好 这里我们可以先为它再创建一个树枝 点击这棵树枝的根部 我们可以平移它 在编辑窗口的下方 有三个可切换按钮 它们分别代表平移 旋转 以及笔刷 这里我们将它切换成笔刷 此时 我们就可以在树干上画出我们想要树枝的样子 将它拉近 可以看到 在Sync窗口有很多的小圆圈 这个代表着节点 当我们在笔刷状态时 选中任何一个节点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节点上再次重新画我们的树枝 好 为我们新添加的树枝 选择一个材质 再次添加一个树枝 在上方的编辑窗口 我们还可以为它增加树叶 点击左边的这个按钮 可以平移它 右边对它进行旋转 为它也添加一个材质 此时 我们还可以点击复制按钮 来复制我们当前所创建的树叶 此时 再次点击它 我们就可以复制出一个新的同样的树叶 好 这么一个简单粗糙的树就被我们创建好了 我们在编辑器的下方还可以对树枝和树叶进行一些详细的编辑 例如 我们可以修改树干的粗细 修改它的弯曲程度等等 我们还可以在下方为它添加一个封区 我们可以从这里添加 还可以从create菜单中添加 此时可以看到 除了我们的主树干 我们的树枝和树叶都随风起了摆动 按住Ctrl Shift加F 让我们的风的方向与视角 刚刚的视角保持一致 在右侧的编辑窗口 我们可以对刚刚生成的wind zone进行一些编辑 例如它的风的大小 它的频率等等 我们还可以修改它的mode 从方向风变成sphere 区域风 这个wind zone不仅可以影响我们之前所创造的树枝和树叶 还可以影响到一些粒子效果 例如我们打开一个之前用到的粒子系统 可以看到此时的粒子系统是不受风的影响的 在它的下方 我们可以通过Extendal Force 打开它来让我们的粒子系统也受到wind zone的影响 我们运行它 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粗糙 还附带粒子效果的树 就被我们创建好了 好 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